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很生气神 妈妈和公公的离世 我意识到无论谁都不可能永远陪伴着我 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感觉我有很深的恐惧和不安 于是我开始很努力地去抓着一些我能掌控的东西 我就把我的心思放在工作上 很努力地去赚钱 甚至牺牲来教会的时间 我对神的话也逐渐地失去了胃口 很难投入读经和承导 虽然教会常常听到神会看顾 神会医治 但我的心充满怀疑 我心想 神若真的会看顾我 为什么不医治我的妈妈和公公呢 我总觉得圣经讲的东西 不时于用医治场的生活 我比较相信我自己 我要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事业上的成就 找回一些安全感 但这样的生活却让我感到了窒息和疲劳 我变得越来越不开心 原理只剩下钱 看不到人 看不到神 更感觉不到爱 我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 感谢神 爱见举办了Kindex一致释放你 在组长的鼓励下 我决定放下工作来找神 通过圣经浪子回头的故事 天父爸爸让我明白了 他对我全然无条件的爱 我发现自己就像个烂子 尽使我诚不信他 用工作麻醉自己 甚至因为生气不理神 但是天父爸爸明白我心里的难过和失望 他没有责怪过我 他一直在等我回家 当我决定走出去被服侍时 同工代表天父来拥抱我 我感觉有一股软流从外面流到我心里 那就是我一直都很渴望的平安 这段时间失去了亲人的难过 工作的压力 因逃避神而产生了内疚感 在那一刻 我被天父爸爸浓浓的爱 温暖着 完全得释放 我感觉到天父在拥抱我 安慰我说 他从来都没有责怪过我 当时我也防神自己过去 因为无知任性 生气神 其实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神比我更爱我的妈妈和公公 神很快接走了我的妈妈和公公 就是不要他们受病痛折磨太久 而神也一直保守着我们家的经济 这是对我们家人最好的保护 当下我就跟神忏悔 求神饶恕我的任性 我愿意再次回到神面前 跟神修复关系 这份真实的爱 让我从孤儿的心态 恢复了神孩子的身份 也抑制了我破碎疲劳的心 现在我明白了 神对我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 尽使我选择逃避 神却从来都没有放弃我 祂是我的天父 我最大的体系就是安全感 神爱我 有天父爸爸 做我最大的靠商 我还惧怕谁呢 我不需要靠自己一直去抓我自己的事业和金钱 我重新看见了盼望 感谢神 赢会之后 神也恢复了我对神的话语的胃口 现在我对神的话越来越渴望 每一天我都会在开工前 或是放工后读圣经 在工作期间停成岛和诗歌 祷告交透我所面对的挑战 神的话成为我的力量的源头 兼顾我的信心 感谢主 透过抑制释放淫秽 医治我的伤害 恢复我跟神的关系 一切荣耀归给神